欢迎各位来到食堂 今天食堂来的两位贵客 是赖亚颜小姐跟谢家健先生 他们两位呢 今天要来的不仅是要谈很多的人生 更要谈人生的相聚跟离开 没有那么悲哀的 相聚分开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他们两位刚刚最近参加的 这个全民大剧团的 这个同学会 同学会同携 同学这谐音我猜的就是 取那个同学同学同学 对对对就是很亲切 对对对 所以一个音乐剧 舞台剧又重新改编 一个音乐剧 今天听听你们在这个 戏里面的感受演出 还有自己身为同学会的经验是如何 想聊一聊 当然今天我们有福特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同学会我了解的 他其实是描写九位大学生 对 然后在离开之后的定期聚会 但定期聚会当中发生了很多的 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 我们就以你们两个的故事来说吧 你们演的是班队吗 精彩 是 是 精彩 对对对对 你知道班队的下场 你自己的人生经验 你碰过班队是怎么样 我们这边有几张照片 其实是家健跟雅言 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不对 对 你的同学和你的同学 有班队吧 有 他们最后如何 都分开了 为什么 我觉得就大家进到了社会之后 那个想法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有些人人生规划不一样 出国的出国 然后离开本地的离开本地 回到家乡的回到家乡 所以大家那种远距的恋爱 或者是说 大家规划不一样的时候的想法不一样 其实他都会决定了 你未来要不要继续走 所以你看到的班队是 在校的时候在一起 离校之后就渐行渐远 刚开始可能还会稍微微信一下 对对对 例如说什么高雄台北约台中建那种 后来就是真的累了好忙 工作好忙没办法 然后慢慢疏远 对都会是这样 你呢你看到的 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因为对我是马来西亚的 所以大部分我们要去念大学 都要离开家乡 去到很远的地方 就是要搭飞机什么出国 所以其实真的距离 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可是他们明明在大学的时候 建立了那么好的感情 怎么会因为距离就冲淡 我觉得每个人成长的那个速度 可能有点不一样 这是大因素 后来可能是谁追不上谁了 而且爱情跟友情 如果你爱情没有转换到一个 很历久民间的一个关系的话 两位的预测是 班队大部分的结局是不幸福的 而且是渐行渐远 我就是要在你们面前证明不是如此 我觉得大学应该还可以维持 但是如果是高中的话 出到社会有点比较难一点 我就是一个班队 原来其实就要接到这里 我就要来以我亲身的验证 证明两位的推论 还是有误差的 很大的误差 那你是哪个时候的 比较少吧 对你是哪个时候的 我是大学跟我的亲爱的太太 不是我亲爱的太太 就我太太 我太太 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就开始 然后到现在还在一块 所以相当多时间 但是我说班队有个问题 就是班队你的观众太多 对你的周围的 每个人都在看你的如何 当然我不能说下场 但是很多人猜测跟你一样 但后来我们真的是离开之后 我当兵他出国 那不仅是一个物理的距离 也是一个你讲的 就是生命发展的差距 两年军队你能成长多少 我每天跟他再见面谈 谈什么谈用枪用刀吗 那个就是差距 后来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 也就是因为这些观众 觉得这个戏还没有到擅长的时候 要努力要把你们再绰合 你同学很棒 就又在一起了 又在一起之后 我觉得好处就是 班队的好处就是 你们历经的悲欢离合 那所有戏也演完了 没有什么高潮戏了 那你们就相安无事 就是安分的结合下来 还有好处就是 太了解对方了 所以我觉得班队最大的敌人 是那个疲劳感 是 我们戏里面是20年 好 你们是班队 但是你们在戏里面 竟然友谊维持了20年 其实友谊维持了一辈子 一辈子 对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20年 就是它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 就是20年 大家就会问你说 你要结婚吗 一定有谜底 一定有阻销 对 好 你作为一个 我们其实也把这戏 搬到我们人身上了 你难道不怀疑吗 这个角色妙就妙在 他不知道是真笨还是假傻 我看是真笨 是真笨 是真笨 对 就是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是你们为什么不结婚 吹婚的吹婚 逼婚的逼婚 然后就发现 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是这20年 你们其实都还 蛮相近如宾的 可是女生就会一直觉得 没有没有 天方夜谭 她真的是超爱我的 真的很单纯 就是单纯的女生 她真的超爱我的 没事没事 没关系 就是我们就是 20年爱情长跑 我们继续跑下去都没关系 然后直到后来 她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知道 她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同学都心照不悬 因为可能大家都有所猜测 就是这个傻妹 一直相信她 你还是爱我 中美人大多已经猜测到了 有些什么不对劲的 但只有当时的人 还蒙在鼓里 对不对 对 就是她就是真笨 就像你说的 对 她就是真笨 而且是在婚礼的前一天 婚礼的前一天 过不过分 这不是笨的问题 这是残忍 这是残忍 对对对 我觉得蛮残忍的 因为我们要努力批判这个 把她批判的 对 这太不合情了吧 因为你毕竟20年 说任何情况 你不应该把一个 任何的不好的事情隐藏 好 这个在剧中演出的 这位男士 就家健了 他是在公开场合宣布 还是私底下来宣布 这个最后的一个意外 传简讯的 他在同学会的群组 就是同学的群组 不仅残忍还懦弱 对 他其实这个男生 我觉得是蛮懦弱的 性格是懦弱 他一直都不敢太外放 或者是太表达自己的情感 或者是想要做什么 那他眼看了这个婚期近来 还是眼看了同学会的压力近来 眼看了这个婚期近来 要面对这件事情 OK 逼到关头了 本身的戏的一开始 就是大概接近了高潮 应该是说大概在上半场 上半场的中段 接近尾身 就是看到这个高潮戏出现 所以嘉健要不要告诉我们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这个谜底 所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你是一个怎么样度过了20年 看似纯洁 但是其中隐含了很多 心机的感情生活 这个人 其实他就是比较被动 就是因为他一直很主动的 去跟他相处 什么都很黏他 那谢凯成这个人 也基于他很尊重他爸 因为他刚好他爸过世 他本来一直想要跟他说 但是他又不敢坦白 就是怎么坦白 他就是听不懂 就是傻妹 就是他可能用暗示的 就是暗示的 他都听不懂 然后根本 暗示什么 也没有碰他 也没有碰过他 也没有怎么样 什么都没有 我们其实在讲那段台之后 同学都在猜说 对啊他到底怎么暗示 好想知道 可能在就是 重要的时刻就 又拒绝你了 就这样子之类的 那这个女的可能认为 这个男的是很懂得尊重 对啊 婚前不做这件事情 你可能是天主教的 尊重 对对对 然后很能克制 对很能克制 然后 是真爱 因为你真爱说你不碰我 因为他这个人表现出来 就是都非常被动 OK好 对 然后也看了最后关头接近了 他没办法一定要承认 因为都要怪李安嘛 对不对 对 要怪李安 要怪李安 李安错什么 拍那部电影吗 对 他就是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喜欢男生的 所以最后 传了一个简讯 说自己的是一名同志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可是其实蛮勇敢的 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婚礼都定了 婚期都定了 席帖也发了 先结了吧 因为段贝山是这样 就结了吧 可是其实他不想要有那个遗憾 所以他在婚礼的前一天 就rehearsal的婚礼的那个时候 讲出这个话 就大家都已经穿好衣服了 就是漂漂亮亮 然后你突然说了这个 其实蛮勇敢的 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对 什么角度而已 就是他懦弱的到了那个时候 突然间在那一秒很勇敢 这个也是谢先生 对 并没有有勇气足够到当面 去跟当事人来做一个告白 传了一个简讯 没错 当时新娘已经在试婚纱了 是 已经在那个婚礼上 准备rehearsal了 婚礼前一天嘛 对 会rehearsal这样 蛮常人的 对啊 所以这个当事人小姐 怎么开始反应 疯掉了 怎么可能 你一定是爱我的 但是 即使知道这个事实 其实到了面对面 见到的那一刻 气归气 难过亏难过 把眼泪哭干了之后 我还是希望说 我们 没关系 你只要愿意留在我身边就好 他只是想要这个人 对 就会觉得没关系 如果你没有喜欢的人的话 那我们一起走下去 试试看 这好像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心 就是觉得 与其我受到那么大一个 被拒绝的伤害 不如我至少还占有一个躯体 就会觉得 没关系 那时候他心里就会想说 没关系 我可以陪你 我陪你一起改变 但是其实有很多事情 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你看到一个 这个转变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从一个 原来是一个 必定是一种 很惨烈的状况 但既然转换 从另外一方求情 到对方 我们和缓的留下来 所以这个男方 也同意了 基于同情 基于施舍 基于怜悯 还是基于自责 还是基于这个 种种什么心态 他愿意留下来 是忏悔吗 我觉得已经花了 他这么多 二十年的青春 你有留下来 我没有留下来 但是我留下来 当他的好闺蜜 后来就变成闺蜜了 好闺蜜 我留下来当 请问这个剧中 我多嘴 这个男的后来 自己有没有去寻找 自己的真爱 找不到 找不到 他还是觉得 其实他 这二十年 陪在他身边 还是他最了解 最爱他的 他只是没有办法 跨越那个性 性别的 那个领域而已 所以绝对是一种真爱 但这个爱不是 我们想到的 男女的那种爱 对 反而是一种 真的可以 大家以心相处 但是要作为婚姻的 那个传统性的责任 没有办法 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剧 一开始就把 这么多疑问 丢给观众身上 好来 演这个戏 我了解的家健一开始 你有不同的选择 在这个角色上面 是不是 对 好像是有 因为本来 我跟你有抢这个角色 我被reject 没有 不可能 是吗 真的假的 没有 你藏了二十年秘密 我不知道 我有点秘密来告诉你 本来 团长是问我说 有没有兴趣 作为人生第一次尝试 来演这个 然后他说 你就要演这个 后来他说 考虑得像 你的身高 可能跟赖小姐 有点差距的问题 我说身高 什么时候差距呢 本来 这个二十年 然后谁 我搞不好 二十年之后 我长高 他变暗了 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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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鞋子 有点高 不会啊 我觉得很好 努力挺小 然后他就后来 他就说 你会唱歌 完了 这个讲到我的窍门 我说那我没有办法 那我那我那我就说 哎呀那我真的 真的真的 那我想到一个人呢 是谁呢 谢家健也最好 对 我们就这样子 我鬼扯了 对不起 我当真了 我也相信了 我当真了 所以 本来给你另外一个什么角色 还有什么角色 那个罗 罗勇 他的故事也是 也是什么 他是比较花的一个浪子 对 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接舞台剧 所以我不敢挑战这么难的一个高度 为什么 你这个角色听起来 你的难度不属于那个角色 我这个其实比较温 然后也只是在唱歌而已 他那个要有很多的 很多的他的能量 外向能量 然后要带整场的欢乐什么的高潮 这个我怕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在那边旁观者旁观者迷 这个更适合那个人 会隐藏20年 那种个性 他可能把自己包装的 更是那种和乐融融 然后那种 私底下他的反差是最大的 好像人生应该是如此 应该说九个同学当中 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个性 有一种那种贵公子型的 温吞型的男生 温柔型的暖男 然后那个男生就是那种 班上一定有个很花的男生 每次同学会带来的妹都不一样 就不一样 他就是那个角色 在你眼中 家界是比较适合 现在的角色 还是适合那个花的角色 如果给你做导演 你来做玄角的话 老实说 他真的演谢凯成这个角色 无懈可击 因为他一站出来 就有那种贵公子的气息 然后有一点点 就是要骗了 有点阴郁 然后就会你会觉得 很多隐藏在他心中的 男女通杀 你不觉得他的就是样子 就是男生也会好喜欢 女生也会好喜欢 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 那个角色 另外一个角色 外放那个 我觉得很好玩 我本来是想要学那个的 但是因为 我不敢挑战自己 我怕 不好笑吗 我怕我带赛 你才不会 所以我就先玩这个 以后有机会再玩那个 他应该也是一个 很好玩的人 你们两个合作过 只能说他是冷面笑将型的人 冷面笑将对 那那个角色其实是 负责搞笑给大家 我说家界私底下 他是冷面笑 他笑点超高的 我们都笑了东岛西外 他也在那边 哪里好笑 那什么事能够让他真的好笑 喝醉的时候 骗了别人二十年 这个是蛮好笑的 来 我们可以上菜 就是 法式洋葱汤 那我们因为两位来宾 没有吃牛肉 所以我们就改成鸡高汤下去熬 哎呀 真好 来 去一眼看 哇哦 好香啊 对啊 那你刚刚我听到两位的剧情 你们两个歌唱怎么去发挥啊 看起来应该都是骂人 吵架 然后可能要杀人啊 对啊 你们两个 怎么歌唱 你们是 你们既不像罗美勇 也不像朱莉叶啊 你们的剧情 这样讲啊 大家对我们的认识 就是我们是演员 所以要来演音乐剧 大家一定对我们唱歌 这件事有很多的怀疑 代言你们两位都是会唱歌的人 我不敢讲我 但是我必须要说 第一次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跟第一次演出的时候 嘉健真的给观众 跟给第一次进剧场的人 有非常大惊艳的效果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浑厚 他非常适合舞台 而且他在一上台之后 他的那个turbo一打开之后 非常恐怖的 就是他的高音 他的声量 然后我觉得现场的观众 尤其是他有自己一首 完全自己独白的歌曲 然后一整大段 大独白 然后跟整首歌 我觉得会把观众 整个带到那个情境 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会觉得这个角色 可能观众有更多的不谅解 可是在那一大段戏之后 跟唱完那首歌之后 我相信观众都会非常的体谅他 而且会非常的难过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痛苦 然后他用歌声表达出 他其实他不想骗任何人 但是他的生命中 很多事情不是他能选择的 那你的唱的是在哪一个场合 其实我没有自己 我认真想 我没有自己的那个独唱曲 我其实都是跟着别人 因为我们戏里面 非常多演员都非常会唱歌 我们另外一位男主角是许富凯 然后他是我下半场的情感线的一个 你宜亲别恋了 他都不要我了 我跟他分了之后 他其实中间都有几段感情 情史丰富的一个女士 我觉得他比较自私 他一方面要在你这边 把你同时的占有 然后望自己的防线 不至于被完全的溃败 但他同时也发展他别的感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的 真的是一般人的想法 就是我们已经情感已经转换了 我等你等不到 然后当然一定是经过中间很多实力 因为我们同学未学 那你为什么还要拉着他做你的闺蜜呢 其实就是 你刚才也放他一条路啊 他可以在你面前 他也只是在付出一种负担而已 他也在 是啊 我可以继续陪陪你 然后如何如何 让我看你有一个好的 他只是一个责任性而已 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的情感 好像不能用时空跟时间去做变化 就是我们自然而然 我没有拉着你 但是我们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 太了解彼此 又太需要彼此 自然而然会连在一起 所以在戏的下半段 他成为你很好的闺蜜 但是他仍然是截然一身 因为他没有找到真的情感的电波 跟他能相近 但你似乎已经开始 也是在这个九个同学中寻找另外的一位吗 你真的如意得水啊 他真的很过分的是 他还跟了另外一位同学的潜伏在一起 就是我们同学会的其中一个潜伏在一起 对 还好 你们这九个人的世界 好乱喔 都会不会也太挤了吧 所以我就觉得 整个故事 这世界他不是只有那九个人啊 是 就是一直出现了一个名字 但是他始终没有这个演员存在 但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导演到底在想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让这个女生 但是后来你真的 进到这个角色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对 如果你是一个从小都对家庭 跟对爱情非常渴望的一个女孩的话 你会的 你会觉得只要有人愿意爱我 我觉得他对我很好 他是爱我的 我可以守着他二十年 直到他跟我说 我们真的不能这样 可是只要有一个男生跟我相谈甚欢 然后关心我的需求 然后我会觉得他对我好好 就是有这种傻妹 看起来这个不仅是音乐剧 有点像心理剧了 对 蛮疗愈的 你现在看完 我们了解到这边 走出这个剧场 你觉得观众会比较同情谁 赖亚颜还是谢嘉田 我觉得他们都会觉得 没有人值得被怪罪 都没错 也都有错 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角色 其实在每一段都 每一段时间都有犯错的戏 但是每一段时间 都有被救赎的那个时刻 所以我觉得我们九个人自己有自己的犯错时刻 跟救赎时刻 跟得到安慰的时刻 其实终归到最后 你会得到一个圆满 其实就像人生一样 你可能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 你会回头去看这两位主角 最后的归宿是圆满的吗 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在年轻的时候 都有不幸福的时刻 可是到最后 他会找到一个自己的平衡点 但是他们在那一刻 从爆发到后来 他们已经和解了 和解了 所以你觉得 你真的觉得 我要选一个怪的话 我要觉得要怪谁 怪你自己 还是怪我的那位女友 我是怪自己 知人不明 为什么 早点他自己知道 自己退开 不是我们这个什么事都解决了 何必他自己承受那痛苦呢 对 我觉得是怪自己的性格问题 因为跟他分了之后 他变得自己 更懂自己这个人了 他性格比较开朗一点这样子 对 所以你们这戏演完之后 给所有的 还在感情路上的男女 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家健开始 吃完了汤 可以说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 谈恋爱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互相成长 就是除了在陪伴彼此之外 我们觉得 我觉得还是要 懂得互相去 在彼此身上学到 成长的一些元素 对 那谈恋爱不是为了结局吗 没有 我不觉得结局是一个终点 那老实上 那种 不为结局而做 天天在那个 碰到红绿东就转弯 那干嘛 谈恋爱干嘛 我可能自己的个性 比较属于是 而我比较享受整个过程 但终点到哪里 我没办法去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谁先走 可当别人 对方说 你应该要付出责任的时候 你也能这样子回答他 也可以 可以 你是很适合这个角色 对 但我这个角色太别扭了 这角色太 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你的真实人生的恋爱观 就是我们为了恋爱的时候是会享受 对 为了过程 而不为了结局 如果适合就在一起开心 然后 所以一旦对方说这个过程必须要有一个结果的时候 你会 你会 就这样走开 我不会走开 我会说这结果 我们时间到自然会有一个结果 这是答案吗 是吧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我太久没谈恋爱的时候 我永远跟不上 所以你觉得你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 我让我感觉 我不要卸用个你们两个拳套 没有就是照理说来讲 这个你说我要一个结果 你说时间到了自然会有结果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 拿一张白纸 开个空头支票给我 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身边太多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 可是我要再讲 那我就用两个字 那我觉得这是推卸 推卸吗 可是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很紧密的 就是都很需要 可是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来讲 可能没有结果 而且你可能有很多的理由 告诉我时间会到 最后你就如何如何 然后那我之前一切的付出 都不能期待未来有什么 那我现在付出是干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彼此对于这件事情的观点 就不一样了 那你一开始就跟对方会说明这一点 还是按照时间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才跟对方说明这一切 我一开始就会表态说 我是非常享受过程 对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结果 我也不会说不要讲结果 我就觉得我们时间到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那什么时间可以跟你谈结果 没有 感情好像没有办法 用这种计划这样子对你 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试过了 以前就觉得32岁我要结婚 可是你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我还有更多的梦想要做 我要去台湾发展 我就想我去到台湾 那这个东西就断了 就不可能再继续了 就是一直在改变 距离32岁也有一点小段距离了 现在这个结婚的这个理想目标 又开始在重新燃起了吗 有一点点 有什么跟你讲话真难 是不是很谢凯诚 就是很角色 他真的很适合这个角色 有和一点点那一点点的什么 一点点觉得好像得要安顿下来干什么 这样子 真的 对因为事业现在可能对我来说 我比较属于 冲刺的阶段 冲刺阶段就是 我现在比较想要做 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的东西 对 就不会像以前 一直在冲 什么都接 你一直在找到这些作品 已经在发挥你不同的角色 你一直希望有一个比较层次更深的一个发挥 那我还是回到我的问题 你现在什么一点点的感情是有对象呢 还是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 就是自己心理上 心理想要有这个 门已经开了 那外面排了一堆人了吗 没有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层 跟以前的十几年年龄层不一样 以前那个时候就好多人 可是现在就身边怎么都没人 反正朋友很多 闺蜜都变闺蜜了 也不是闺蜜就朋友都好多这样子 这样子 那哥好像我们的同学 就会一直催婚 一直催婚 你们什么时候有结果 我觉得心态不一样 所以现在的人周围 他们比较像好友 但没有说那种可以再进一步的 对 你说现在这个年龄 我们来做一个结果 全部都跑掉了 那你觉得什么时机会来吗 这时间到自然会到了 多了半天还是这个答案 我觉得他是需要冲动的人 冲动的人 他只要 就是那个冲动来了 或者是说 帮他做主的人 不是 他不是需要帮他做主的人 是他突然间 那个moment 脑子烧坏了 我没有办法让人家帮我做主 因为人家帮我做主 我会反弹 但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冲动 比如说 可能下礼拜 我就做了这个决定 跟谁在一起 散婚型 散婚型 还是带一点叛逆 可能自己的性格 本来就会有这样子的 深不可测 没有 是深不可测 对 好 我们有道菜 这道菜是很浅的 不简单的 谢谢 谢谢 这是烤春鸡 然后我们两位刚刚吃了汤之后 有什么样的评语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伯特先生 这汤好甜 因为洋葱 然后我觉得因为鸡肉汤底 真的蛮清爽的 你们是不是在戏里面 应该算是最像一对情侣的伴侣 可以这么说 对 最应该在一起的 大家最被看好的 是是 但是可能最后压力也最多的 对 对 他的压力最多 对对对 我们上次演那个戏也是这样子啊 你说之前的戏啊 对我们很妙 我们就是 我们其实其实合作只有两部戏 一部音乐剧 然后一部电视剧 但是这两部戏都有一些那种 前世今生的相似感 对啊 就是都是 感情很好 然后某一个人对对方产生了 爱情的倾诉 可是另外一方没有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 最后演变成很好很好的闺蜜 然后一路走下去 你们其实可以说 连这种情感生活的话题也可以谈的 对不对 你说私底下吗 私底下 不讲吗 没有聊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情感话题 对 真的没什么 我们有聊不完的话 但是好像 那不是聊什么 我们人类图也聊啊 然后我们那种 身心灵的话题也聊啊 吃喝玩 吃吃啊 吃喝玩乐 对然后戏剧也聊 或一起去 就是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一起去看戏 然后一起讨论 角色剧本 对 所以你对他了解来讲的话 夏天言的 此时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 他刚讲的是 有更多的发挥 还有渴望是什么 我觉得他需要的是 我不知道这样讲 对不对 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个 成就感 让他自己有成就感的东西 对 然后让他自己会觉得 我拿着出手 我带着回家 我可以让从以前到现在 不看好我的人 或看好我的人 给他们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他要的是这个吧 是的 那他就应该是一个 很有责任感的 是 对 他对自己有所期待跟要求的 对 你分析下他呢 我好好称到你 我觉得 雅言算是一个 很成熟的人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 都是一样 那他其实在追求的是 更多是身心灵的一个疗愈 因为他可能已经 经过了很多 高高低低的东西 他讲这个时候 你不要切刀子 声音那么大吧 对不对 小心说话 他要杀我 对 我觉得他最主要现在就是 要寻找一个身心灵 可以自我疗愈 平衡的一个方向 的东西 那他是有某些的不平衡吗 这个 每个人都不平衡吧 不好说 刚刚你觉得你是个 平衡的人吗 我看 我看起来不像个天平吗 哦 我不是 又被他骗了啦 真的 你看 我们一个双死 一个射手都没办法 没有 我在想的是说 其实 两位都是在荧光幕下的 荧光灯不断地照你们 都是舞台上的 这个难得也看到 有人能够 谈一些 我们自己 舞台生活以外的话题 所以这方面你们两个人 似乎都有一些 心中的还没有 还没有达到的一个 一些目标 对不对 对 所以 而且你们 你在台湾十年了吗 对 你已经二十年了 我一直都在台湾 对不对 我说从2000年开始 你从这个model开始 进入了二十年 对 这个工作来讲的话 其实说起来 是一个很需要心理成长的一个事业 心脏要很强大 对 演员 那你们彼此可以给对方 什么样的经验呢 毕竟来台湾 真的比较短一点 而且演艺市场 现在变化 不断地变化 你们也不断地在 在各种表现 那真的这个职场 应该要怎么去让自己壮大 我只能这样讲 我觉得我们的共同性就是 我们都不是一蹴可击 跟一炮而红型的那种演员 我们其实都是默默地耕耘 然后从可能比较小的角色 一路努力到 可能现在被大家所熟知的那个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很能了解彼此 那个辛苦的过程 也很能体谅彼此 那以我们这个年纪 继续努力其实是必要的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现在超棒的 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年纪 所以都会觉得 我们还想尝试看看 还会不会有更高的 另一波什么东西 你还在等一个代表作的 就是你会希望 就算你已经有一个 拿得出手 或叫得出名字的作品 你会希望去突破它 你是不是能够再有一个 更大制作的戏剧来找我 或者是更多 因为厉害的演员这么多 你是不是可以 跟更多厉害的演员一起工作 或厉害的团队 有什么样的想象吗 哇 这个想象太大了 你先讲你的想象 这个想象真的 当靠讲跟很难 我觉得比如说杨子琼好了 你看突然间就 Oscar这样子 我们也很希望自己 但我自己是没有去 奢望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来了 我一定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也讲了 有一次不要看说谁讲你的巅峰在哪里 因为你永远是 只有你自己能够定义那个 所以我们一直都往上走 一直想要往上走 但是这个机缘跟机会 不是我们要就有的 特别她也是来自马来西亚 对你来讲应该更有感受 更有感受 看到这么一个 有有有 一个杰出的女性 然后你看到她得奖 你什么感觉 很开心 我觉得她讲的没错 我们不要去让别人定 我们高峰已经过去了 这个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一定有 只要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可以到我们想要的地方 她有没有曾经是你们两位的偶像 当然你没有机会跟她接触 我觉得她身为一个女演员来说 我觉得她非常厉害 第一她能打 她能演 然后她在亚洲的面孔里面拍电影 很得体 然后她在就是外国人的电影里面 或外国制作的电影里面 她也不输那些 曾经大家认知很厉害的那些演员 所以我觉得她就是 真的是很厉害的 随时调整自己的状态 可年轻可老可打 然后可吃苦 然后她在那个Oscar的那个电影里面 她有多种扮相 各种可能性 她感觉都是亲自上称 这是一个 我相信用她的导演一定会觉得 哇 这个演员真的是太划算 太好用了 太厉害了 奈雅妍也可以打 但是打得不好啊 她是硬顶 她好像你有打过 对 我打了就是 你有打过吗 我打过啊 但是我们就是那种短短的三个月的受训 然后开始进去这个电影的状态 然后都已经是套好招的 可是我觉得 梁婷婷不一样的是 她是从以前就是硬底子的功夫的演员 然后硬底子功夫你能打 然后重点是你很会演 就是观众会被你容易带进去的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对 但距离她的这个录 你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是 很长 你可以 她是一个典范 但是又何强自己不能够往这条路 也往上走呢 所以你自己在练武术吗 我没有练武术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碰到每一个作品 你要练的东西不一样 像这次的音乐剧 我们就要练唱歌 因为其实我觉得 唱歌不是我的主业 但是 而且唱歌其实是我自己 很没有 稍微没有自信的一块 那有时候看 通常的演员都唱得这么好 你就会觉得 那我要努力加强 才能够配得上他们的声音 大家出来的时候 那个才会是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每次接到一个新作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一个东西 是你要去学习 去加强 然后去努力的 我感觉两回都是不断地 要去尝试很多 也做准备 也做期待 所以你们都在做 像一个维持自己是一个 常态性的一个永远 希望维持得很好水准的一个演员 你们都要做什么样生活上的 不断的培养跟训练 我听下来是一个蛮累的事情 你随时要把自己保持在一个状态 身心灵要很健康 对啊 所以你们都怎么做 因为也许对我们的反应来讲的话 你不是白人 我们的反应 我因为最近脚车被你抢走了 我更加受害了 我不信了 对我也不信了 就两次了 第三次就真的笨了 真的笨 我笨了吗 你要平常做什么样的准备 比如在自己的私下的生活里面 你要做什么样 亚烟你先开始 我觉得就我们现在的年纪来讲 你要维持在一个 你往下演 年纪往下演可以 年纪往上演也可以的状态 所以其实你的样子要好 然后你不能 你不能显老 你可以半老 但是你不能显老 然后我觉得你会有非常多 需要去观察别人的时机 那光自己把自己保持在一个 稳定的外形 还有别的吗 身心灵啊 对你心灵一定要平衡 心灵要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圈子 太难平衡 这个可能要花八个钟头来讲 对可能要再开一集 张老板说心灵怎么做 我只能这样讲 你要找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方式 是你身体也能够放松 心灵也能够得到慰藉 例如说有些人是寻求宗教 有些人是寻求 例如说一些身心灵的 对冥想或者是身心灵的疗法 我觉得其实它都会是一个 你自己身体会去找到 你的方法是什么 很多 很多 我觉得宗教也是一个 我觉得每个人都其实会有一个 你每天会做一些冥思 会做一些冥想 冥想我们都会做 对每天 就算冥想到睡着 它其实也是一种让你的大脑放松的一个状态 嘉健也会每天做 会 他让我们的情绪失序全部沉淀这样子 你们接下来在舞台剧这个 下面还有自己什么样的计划 接下来就等待一个好的作品 对 因为我们这个巡演其实 花了我们其实就是整半年的时间 但真的要去做拍戏或演戏 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难 基本上就是先把巡演这件事做好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其实也一直在开发跟谈新的剧本 你自己不是在YT上也有个频道吗 我已经很久没做了 对啊 我才会恢复吗 我一直觉得没有一个新的创意 我就不做 除非我有新的想法 我就会想做 但近期有在聊 都在开发 你好像是个洗心念旧的人 洗心念旧的人 我算是洗心念旧 有 有我承认 因为我如果找到 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一个突破 或者是让我有个新的 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欲望跟想法 我就不想动了 虽然我老觉得跟你做那个 谈感情很深的朋友不容易 方子做 这个我需要新鲜 我老天爷 讲得这么明白 好 我也决定每天冥想去保持新鲜在里面 让武士能够维持长久 跟自己一样 做一份 你快找个教练好了 对对对 你呢 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吗 当然也是先巡演 因为我们其实这次巡演比较长 而且会去到北中南都有 然后对啊 自己目前 而且现在也有另外一个电影在上映 所以都希望说这两个作品能够有好成绩 当然这次我们今天谈的是两位在同学会 同学这个剧的演出 你们最难忘的是哪一场同学会 自己生命中真正的同学会 有没有 还是越来越不想参加了 应该是说参加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真的会 就是你会觉得一大群同学会到最后 你现在有没有固定的同学会 我们都是小群小群 小群的就是那个常会在一起人在一起 对对对 那没有定期的 对 就是全班的没有 可能人家觉得你太忙 所以也不好主动邀远你 对对对 你觉得一聚会就要跟你要招待券 我同学都不会哦 我同学都会有时候要请客 他们说拜托你不要再请客了 虽然也到现在还没有一场 真的让他记忆的非常深刻的同学会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把那个线性的同学会 这样想起来 你会觉得 好奇妙哦 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开始 然后后来开始各自上班了 开始需要巧一点时间 然后后来有些人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会带伴来 然后再过一阵子 生小孩了 可能小孩再忙我晚一点来 或者是来了 参加同学会没多久 对不起我要去接小孩 或者是说本来说要来了 突然间家里有什么事 然后走不开 然后你又回去 然后再来是 西家带券带一个小孩 再带两个小孩 再带一个老公 再带一个保姆 就是你会觉得这样现金看起来 你就会觉得 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 同学可能不见得喜欢跟赖亚眼镜长开同学会 因为他看起来保养得太好 但是我觉得我同学 相信一下别人觉得我还来干嘛 但是我同学都保养得还不错 尤其是女生 我不知道 我没有得罪你同学 加建有没有什么同学会难忘的 我近期就是疫情前 我们有一个200多个人的同学会 那很棒 对那我们近期就已经有在报名说这个今年的五月会有另外一个同学会 第二次 在台湾吗 在马来西亚 真的 对 都是中学的高中 五月没演出你可以回去 对我五月会回去 你们应该不会怎么班队吧 不会有重大的那个重大事情要宣布 那边有一个小泥吗 我有班队 但是我第一 那上一次的班队就是没有选择要出来 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那我们那时候分手的时候 有一点尴尬这样子 也是另外一种 所以这次同学会应该是一切都很和平 和平 然后很热闹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来 没有什么老公老婆什么的 我的感情之门又开了 这个回去再观望一下 看一下谁比较适合 我觉得跟他开同学会可能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很多要思考 很多要慢慢来 对对对对 我看办个两天吧 我们两天 果然我猜对了 真的两天 吃饭然后隔天再吃饭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的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的 那我可以欢迎 可以 那我去个什么角色 我也不是同学 同学 同学的 社会同学 社会同学是好名字 社会同学 买单的好了 对 那太棒了 好 这句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鼓不鼓励 这个序道最后 是鼓励大家多开同学会 还是同学会 是另外一个选择 我觉得要多开同学会 因为你会发现到最后 很多的遗憾跟来不及是 因为你没有 你可能有一个想法是 哎呀大家时间凑不起 没关系算了 大家都忙算了 可是这一次的算了 你真的不知道 下一次开同学会是什么时候 就像还没有疫情之前 我们不知道疫情 对 然后甚至 就像我们的同学会的下半场 其实有一场戏是办在同学的丧礼之后 那就是一个遗憾 那个遗憾是 他上一次没有来同学会 但是他突然间的心惊 梗塞就走 这个真的是叙述的原生 从青春到结束的一个历程 是 夏建瑞克系最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如果大家跟同学 都有很深的感情的话 那一定要好好的保持这个同学会 因为真的不要有遗憾 我们可能就是几年见一次 几年见一次 那在一起相聚的时候 我们都是聊着同学生时代的事情 然后聊聊聊也很开心 谁做这个傻事 谁做这个坏事之类的 就很开心 感觉又回到了昨天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在社会上是 很难有这种清纯的一个感情 就算眼前没有同学会 至少同学会去看一看 你可能就知道 一定有共鸣 该有该聚会了 看完会想打电话 不管你想打电话 我们厨师也该下班 我们谢谢他 谢谢 那同学会有可能 我们请你到马来西亚去做 没问题 婚礼也可以啦 那先来看同学会好了 40年后那一场 40年后那一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嘉姐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个菜要带走吗 吃完 好好吃啊 对啊 š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